顧名思义,就是範圍的意思 範圍可以指 一定是一個範圍 或單指一個儲存格 都可以,用range 物件 然後他會問你說你的range在哪裡 那你就給他A4 比如說我今天 希望從A4按下Ctrl向下 Ctrl向下 在那個VBA裡面怎麼敘述 點 點下去他會有一個清單 你就打個1 1的話就and and實際上就是Ctrl向上下左右的邊界 and 你可以按個空白鍵 直接打個1就可以了 空白鍵他就會幫你把and打上去了 那你再back一下 回來 那在一個前刮弧 有沒有發現 上下左右都有了 所以and上下左右 刮弧 自動可以抓到 他的邊界 那我們要的是什麼 由 A4向哪個方向呢 向下 你要選的 特別是要選這個 xl down 特別是要這個不要自己打 因為之前有同學 他明明看起來沒錯 可是就執行有錯誤 因為他把l 看成什麼 看成1 這是l 不是1 對沒錯 不過直覺就知道他一定是自己打 我說你自己打對不對 他自己打了 所以 但如果你要自己打也可以啦 如果你不自己打很簡單 前刮弧 就自動就出現了 那你不要打 不要打錯的話應該都OK 然後按空白鍵 再back一下 再後刮弧 就是 ctrl 向上下左右 那可是最後你要取得的是什麼 取得他的列號對不對 所以再點一下 告訴他你要取得的是列 那列的話呢 在那個 range裡面有一個屬性 屬性 屬性就是一個 一個手拿著一個資料 就屬性 就是要知道他列號的話 那就是點肉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那你把油膠移開 自動呢 就寫完了 就這麼簡單 不過這個東西 也許你一下沒辦法背下 不過沒關係 以後打久了就會了 以後 你打個 打個三次五次吧 大概就差不多了 但打個超過十次 你就忘不了了 因為打超過100次 這永生難忘 對不對 所以那以前同學 就是 考試的時候就問我說 老師那是不是考試的時候 要把程式碼全部打出來 我說對呀 不然 要考什麼 對不對 那 他說老師那很長耶 這記不起來 我說如果你打一次 你可能記不起來 但是如果你打100次 保證你通通配起來了 但 但我是說我自己啦 我說我是絕對可以的 那是因為我也超過100次了 那但是你如果練習 你就練習次 你一定打不出來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說真的沒有別的訣竅 坦白講 我不能說 這個很簡單 他其實是蠻簡單的 前提是 你要練習的次數夠多 他就變簡單了 所以這個就叫技能 技能就是 就是要練得比別人多 然後 Maybe 訣竅 所以你不要以為我特別聰明 沒有 我其實 練習的次數比別人多 甚至我可以 為了要記一個東西 我徹夜不眠 如果你有那種熱情的話 保證你可以把這東西學得非常好 而且用在工作上 綽綽有餘了 你會覺得工作真的是小菜一碟啦 沒什麼 真的 兩下就弄出來了 不然你會發現有人提高為什麼 他也沒有摸魚啊 為什麼他每天 都要那麼晚下班 其實重點就是 方法不對嘛 對不對 你方法錯了 效率一定不好 那你方法對的話 兩下就做完的事情 而且重複做的事情 你現在只有做一次 你把這個程序寫完之後 以後 就是按一個按鈕就解決了 那如果說有資料改變 稍微改一下就好了 對不對 差不多 四川表裡面 不外乎就儲存格 不外出一個範圍 不外乎哪一列到哪一列 不外乎哪一欄到哪一欄 那頂多就是說 再來是什麼 工作表 有沒有 可能你有很多工作表 可不可以重複 可以啊 他兩下全部 對不對 通通自動全部 通通幫你 全部做好 哇那感覺非常的好 尤其數據越大 你感覺越好 為什麼 哇全部讓他自己跑 你就可以在旁邊 等他做完之後 你回來看 就是直接是收割了 他就是你要的成果了 這感覺很好 不過 需要一點時間 OK 那我把剛剛的重點 再回顧一下 第一個 就是你如果要換行 這個應該沒問題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如果要取得什麼 這個剛剛是103 如果你不要是103的話 記得喔 從 Range A4 Ctrl向下 他的寫法就是 End XL Down 取得最後那一列 OK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做完之後呢 當然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因為底下這個103也是一樣 把它貼上 對不對 那也OK 那當然你這樣練習 Ctrl向下 那當然這樣子好像沒什麼意思 你可以怎樣 把它Ctrl C 再貼一個 Ctrl V 有沒有 然後把這邊 把它再稍微改一下 105 他已經到108 那剛剛的話呢 應該是不OK的 不過呢 現在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說剛剛應該跑到103就停下來了 可是如果你改完之後有沒有 有沒有 清除馬上可以清除 那 執行 跑到這邊來了 有沒有 如果你再增加 他還是會 直接幫你抓到最下面 這個不就是 很 很棒的一個功能 以後的話做完之後按下去全部OK了 那同理可證 剛剛有講到最下面一列 所以你也可以轉個彎 最右邊一欄 比如說我這個範圍有幾欄 我也不是很固定的 可能有的時候有10欄 有20欄 有30欄 那會有彈性 那怎麼辦 你就把這個改一下 AND 刮鬍不是有個to right嗎 然後抓到了我現在是抓到列 你可以把它抓到欄 可以啊 點column 就是他的欄 那這樣不就可以動態了 對不對 OK所以這裡的話呢 這 這小技巧其實還蠻好用的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就有兩個啦 一個是 城市如何換行 就是如何折行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要抓到 某個範圍的 最下面一列 當然這個地方是動態的 就有了